真正的爱不需要解释 一起来听 独立自我 不解风情 只在乎属于自己的东西 一边嫌弃着夏娃 一边却笨拙地为她改变命运 而夏娃呢 即使知道自己只是上帝的试验品 但她仍旧热爱着一切 不断地去尝试傻气 可爱 美丽 善良 无怨无悔地爱着夏当 最后使得那个木讷高冷的少年 变成了真正的男人 等等的故事相伴得一声感动 温情 初次见面 夏娃对亚当充满了好奇 她喜欢跟在亚当后面 不停地跟她说话 然而这让亚当很不开心 她总是想办法躲开夏娃 习惯了伊甸园里的记忆境 夏娃的声音令她感到陌生和不真实 由于亚当在给事物命名这方面 没有什么天赋 为了避免她尴尬 夏娃几乎包揽了所有命名的工作 她觉得这么做 亚当会感激她的 殊不知 亚当是有点生气的 她甚至连抗议都来不及 只是懒得和夏娃计较罢了 为了避开夏娃 亚当躲了起来 还给自己造了一个避雨的棚子 夏娃难以置信 她以为他们两个已经相处得很好了 没想到的是 亚当根本不愿意和她说话 她孤零零地坐在 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她触景伤情 心中充满了痛苦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到了夜晚 忍受不了孤单的她 来到亚当的新住处 她想问亚当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 她要怎么做 才能够重新获得她的善意 没想到 亚当却把她赶到了雨里 任凭她被雨水浇透 几天之后 夏娃想弄些 禁树上的苹果给夏当 只可惜 她总是砸不中苹果 但她坚信 这种好意会让亚当开心的 正如她在日记里写的那样 苹果是禁止吃的 她说我会受到伤害 可是我既然是为了让她高兴而受到伤害 那我为什么要去在乎那些伤害呢 夏娃告诉亚当 她叫夏娃 她不是她 而是她 亚当在心中惊叹着 夏娃真是一个美好的名字 脸上却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说如果夏娃不去烦她 那她究竟是什么 跟她都没关系 夏娃很是失望 故意避开亚当 希望她会因此感到寂寞 从而主动地去找她 夏娃等待着 盼望着 可惜她的希望落空了 有人说 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在夏娃的日记里 时时地期待和惊喜 不被理解的失落和痛苦 酸甜苦辣 纠缠在了自理行间 但她一直包容着亚当 努力地去理解她 可惜 木讷的亚当对此毫不知情 似乎他们的爱是不平等的 无意间 夏娃发明了火 那东西 让她懂得了一种新的情感 恐惧 自那之后 她总是苦苦哀求亚当 不要去瀑布上方漂流 那样会使她心惊胆战 对此 亚当根本无法理解 但还是无奈地迁就了她 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坐在桶里去瀑布 她不满意 坐盆去 还是不满意 穿着无花果叶子边的衣服 倒漩涡和水流中游泳 衣服破得厉害 可结果呢 又没完没了地抱怨我浪费东西 受不了约束的亚当 又悄悄找地方躲了起来 过了两天 夏娃还是找到了她 看着夏娃哭泣的样子 亚当心软了 只好跟着她回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夏娃和一条蛇混熟了 蛇建议她吃尽数上的果子 说那将会是一次重要 美好而高贵的教义 亚当对她说 还可能会有另外一种结果 那就是把死亡引入这个世界 说完 亚当就后悔了 因为一直以来 伊甸园里是没有死亡的 老虎 狮子等动物 都是以花果草木为食 他们一直处在一种 和谐共处的状态 然而夏娃却觉得 老虎 狮子应该是互相蚕食的 秃鹰应该是吃米肉的 所以她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后果 那就是让夏娃产生 为拯救生病的秃鹰 无精打采的老虎 狮子 提供鲜肉吃的想法 她让夏娃不要去碰那棵树 但是夏娃说这不可能 亚当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了 在这之前她必须逃到伊甸园外面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果然不出亚当所料 最终夏娃还是吃下了禁果 死亡降临了 整个平原陷入了一片混乱 动物们开始互相厮杀 几天之后 夏娃找到了亚当 还给她带了一些禁树上的苹果 亚当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快 因为在新的地方能吃的东西太少了 她饿极了 只好吃那些苹果 在她看来 人要是不能填饱肚子 原则就成了虚弱无力的东西 亚当看到夏娃用枝叶遮掩着身体 以为她在瞎闹 干嘛做这种傻事 她一边说 一边把夏娃身上那些枝叶扯下来 她发现夏娃突然脸红了 一脸娇羞的傻笑 她从来没见过这样子的夏娃 觉得很奇怪 夏娃说 你很快就会明白怎么回事了 夏娃说得一点都没错 尽管亚当还是机场陆路 但她不得不放下啃了一半的苹果 很难为情地捡起刚才被她扔掉的枝叶 把自己遮了起来 还命令夏娃多去采一些枝叶 别让身体暴露着 之后她们悄悄地来到野兽们厮杀过的地方 剥了一些兽皮 拼成几件衣服 以便她们在公共场合穿 亚当发现夏娃是一个很好的伴侣 她说 如果没有了她 我将会是多么地孤独和沮丧 但同时她也明白 从此以后 她们将注定要一起为彼此的生活而奔波 有时候不禁会想 如果亚当没有吃下晋国 结局将会怎样呢 她会不会回到没有夏娃之前的日子 悠哉悠哉地在伊甸园里摸摸瓜 尝尝葡萄 但唯一肯定的是 她和夏娃的爱情不会开花结果 爱到底是什么 不是我踏出五十步 你也必须踏出五十步 而是在我踏出九十九步之后 你是否愿意打破原则 一无反顾地踏出最后一步 走向我 亚当一点都不浪漫 但她是勇敢的 明知道吃下晋国会触犯上帝的禁令 但她还是迟了 在原则和夏娃之间 她选择了后者 正如多年之后她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住在伊甸园里 不如和他一起住在伊甸园外 起初我觉得他话太多 但是现在如果那声音沉寂 从我生命中消失 我会感到难过 爱从来都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决定在一起后 就再也不会分开 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孩子 该隐出生了 正好赶上亚当外出 夏娃显得手足无措 不知道该拿这孩子怎么办 但很快 夏娃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孩子 内心涌动着强烈的感激和幸福 她无时不刻都在渴望着亚当的归来 想把这难以独自承受的快乐 分享给她 亚当终于回来了 但她却以为孩子是夏娃 在树林里抓到的 她觉得那不是一个孩子 而是一个新的物种 她把孩子放进水里 想看她是不是一条鱼 结果夏娃冲进来 把孩子捞了起来 孩子会爬了 前肢短后肢长 有点像袋鼠 亚当就去抓一只袋鼠回来陪她玩 结果却把她吓哭了 孩子开始走路了 亚当担心她是一头危险的熊 想把她赶出去 被夏娃制止了 后来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了 为了搜寻她的同类 亚当在树林里忙活了好多天 但一无所获 结果夏娃哪儿都没去 在家又抓到了一个 取名亚伯 十年之后 亚当在日记里写道 他们都是男孩 多年前我们就明白了 现在我们又有了一群女孩子 我衷心感谢那树上的晋国 这是她让我同夏娃相依为命 让我切身体会到她善良的心 和令人愉悦的性情 言语之中充满了自豪和感激 作为父亲 亚当显得很笨拙 远远比不上夏娃那与生俱来的母爱 但孩子的到来 让亚当对夏娃的爱 变得更加柔软和耀眼 因为孩子 他们彼此之间 更加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这应该就是最幸福的爱情吧 相爱的两个人 有了孩子之后 就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彼此之间就多了一份牵挂 孩子不仅是两个人爱情的结晶 更是两个人幸福爱情的延续 每当夏娃回忆起往事 伊甸园里的生活 就像是一个美丽的梦 令她痴迷 只可惜她再也见不到她了 虽然她失去了她 但她却从来不后悔 因为她得到了亚当 而且他们彼此相爱 夏娃说 这是符合她的青春 以及她的性别的 她曾经问自己 为什么爱亚当 但是她发现 她找不到原因 她爱亚当 是因为亚当会唱歌吗 不是 是因为她的聪明 友善 体贴 勤奋 勇敢 善良吗 显然都不是 就像她自己所说的 我爱她 我想就是因为 她是属于我的男人 爱来了 就来了 谁也不知道来自何处 无法解释 也无需解释 爱不就是这样吗 不需要解释 在对的时间里 遇到对的人 就足够了 夏娃害怕失去亚当 所以她总是不断地祈祷 他们两个能够同时告别这个世界 如果他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先走 她希望是他 因为亚当坚强 她柔弱 如果她的人生当中没有了亚当 那就算不得人生了 而亚当在收获这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之后 最终他在夏娃的墓碑上 满怀深情的刻上 依人所在 无论何处 极为依点缘 爱从来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决定在一起之后 就再也不会分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